今天我才知道 车子的防夹功能不是防止夹住 而是防止夹断 根据GB1155-2缸2009 乘用车内部突出物 和GB7258-2017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装有电动窗的车辆 在200毫米到4毫米范围内有障碍物 在加紧力大于100牛之前 装置就会主动收缩 可能很多人对这个100牛没有什么概念 转换一下 100牛约等于10.2公斤的重量 只有用这个 才真能测出来合不合格 用黄瓜 鸡爪什么的 夹断了也只能说明调教不行 并不能说明不合规 那车上面的防夹断功能 是怎么实现的呢 常见的方法有两种 第一种方法 是通过纹波检测来实现防夹功能 这种方法主要依赖 有刷直流电机在幻象过程中 产生了电流纹波 因为电流纹波的频率和幅度 与电机的转速和负载有关 当车窗上升遇到障碍物时 电流会增大 纹波特征随之发生变化 通过实时监测这些变化 ECU在判断有障碍物后 会立马发出指令 让电机反转 把车窗降下来 另一种方法 是通过霍尔传感器 来实现防夹功能 要先在电机轴上安装磁环 然后在附近安装霍尔传感器 电机轴每转动一圈 会让霍尔传感器 产生一定数量的方波信号 车窗上升过程中 遇到障碍物时 电机收到的阻力增大 转速会降低 导致霍尔传感器 产生的方波信号的频率减慢 通过分析霍尔信号的变化 ECU模块 能够判断车窗 是否遇到了障碍物 并确定是否需要触发防夹功能 如果系统判定需要防夹 ECU模块会发出指令 是电机反转 车窗下降 没有说哪种方法是最好的 还是看各家的设计和调校 要不然就算用了一样的东西 出来的效果可能是天差地别 一定要把车上面的防夹功能 当成防夹断功能 不要傻乎乎的去世 它可不管你是谁 OK 这里是求送冷知识 感恩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